小学华文 欢乐伙伴 午上 课本第二课 听力教学 听一则对话 听完后 回答问题 文力 我看不清楚 白板上的字 是不是 你坐在课室后面 离白板太远了 可是 我以前看得很清楚 我知道了 家明 你要和眼镜做朋友了 当你听到 你要和眼镜做朋友了 你知道这句话 真正的意思吗 小测试 预防近视之多少 读下面的问题 选出正确的答案 然后把代表它的号码填写在格子里 一 看书或者写字时应该怎么做 二 一 以下哪一个地方适合看书 一 强烈的阳光下 二 昏暗的角色 三 明亮的灯光下 三 三 连续看书多长时间 应该让眼睛休息一下 一 半个小时 二 一个小时 三 两个小时 四 是用电脑或手机时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一 眼睛长时间地看着屏幕 二 边走路 边看平板电脑或手机 三 眼睛和屏幕 保持一定的距离 五 下面哪一种行为 会伤害眼睛 一 定期检查视力 二 长时间玩电脑游戏 三 经常参加户外活动 给小主人的一封信 亲爱的小主人 你好 我是你的眼睛 你收到这封信时 一定很吃惊吧 以前 你很用心地照顾我 在阅读时 你总是坐在光线充足的地方 不但坐得直直的 而且还让我跟书本 保持一定的距离 用电脑时 每隔半小时 你就会休息一会儿 此外 你还经常参加户外活动 让我也放松放松 那时候 我是多么明亮啊 可是 自从你迷上了电脑游戏 我就惨了 你整晚坐在电脑前 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玩到半夜还不肯睡觉 因为睡眠不足 你整天无精打采 身体也变差了 经常感冒 头疼 咳嗽 成了诊所的常客 而我呢 由于得不到足够的休息 不但眼圈发黑 而且视力也下降了 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变瞎啊 亲爱的小主人 你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吗 我请求你不要再伤害我了 好吗 为了我们的明天 赶快改掉坏习惯吧 祝你健康快乐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2019年2月10日 给小主人的一封信 亲爱的小主人 你好 我是你的眼睛 你收到这封信时 一定很吃惊吧 以前 你很用心地照顾我 在阅读时 你总是坐在光线充足的地方 不但坐得直直的 而且还让我跟书本 保持一定的距离 用电脑时 每隔半小时 你就会休息一会儿 此外 你还经常参加户外活动 让我也放松放松 那时候 我是多么明亮啊 可是 自从你迷上了电脑游戏 我就惨了 你整晚坐在电脑前 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玩到半夜还不肯睡觉 因为睡眠不足 你整天无精打采 身体也变差了 经常感冒 头疼 咳嗽 成了诊所的常客 而我呢 由于得不到足够的休息 不但眼圈发黑 而且视力也下降了 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我真担心 有一天会变瞎啊 亲爱的小主人 你知道我有多么痛苦 我请求你不要再伤害我了 好吗 为了我们的明天 赶快改掉坏习惯吧 祝你健康快乐 你的眼睛 2019年2月10日 我真担心 你没有肯定 就是我 要 myster 我赶快乐 詞曲 李宗盛